长江 中国第一大河 全长6300多公里 流域总面积达180多万平方公里 横跨中国东部 中部 西部 共计19个省 市 自治区 养育着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 这条蜿蜒的大河两岸 新路起步着无数长江儿女的家 这条蜿蜒的大河 我的家乡在湖泊荆州 我是安徽安亲人 美川 美江 江西 福州的 是草云庆 我是四川成都人 我虽然在上海收获了快40年 但是我是个云南人 更还是在云南 无论走到哪里 魂牵梦绕的都是我的家乡贵州 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 都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留恋 天哪 我们四川太多好的东西了 吃的 还玩的 各式各样的 因为工作有时候很忙 有时候可能过年都回来不了 可能有时候一两年回来一次 江苏卫视 圣经邀约 在外漂泊的长江儿女 一起回家 主持人彭宇 将带着每一站回家的明星嘉宾 组成探访小组 走进长江流域的十个省区 见证曾经贫困地区的变化 展现脱贫攻坚的成果 聚合各方力量 赵准适合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特色物产 精心筹备一场 网络直播 推荐家乡的好景好物 降述家乡的好事好人 助力老乡增收 家乡发展 我们只是个观察者 希望每一次都可以 让观众随着我们的脚步 去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以及那边的变化 这就是我之所以 来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一头细着雪越高远 一头连着浩渺东海 从古至今 长江从不停歇 当你走得太久 离得太远 你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 是否还找得到 那方赐你生命 长你血肉 叫做故乡的地方 周立心哪 收拾心情 任意从长江的尽头 一起回家 走吧 我们一起回家 关注一下南京市气象台 刚刚发布的 最近的天气预报 南京天下有什么情况 随时发表新的 南京将往国人的意见 又开始了 说一声 南京的感觉 我来准备啊 一头四五香 外面的世界在美丽 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开家乡贵州 十六岁 我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那个时候我是带着憧憬 离开了家乡去到北京 这么多年家乡有很大的变化 我也想念家乡的亲人 还有家乡的美食 贵州的辣椒 折耳根 牛肉粉 羊肉粉 美食很多 我觉得一想到回家 就想到根 所以无论走在哪里 魂牵梦绕的 都是我的家乡贵州 这次我会带着几个朋友 一起回家 自由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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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桃花 家去寄 作看 风疏不知愿 贵州地处长江上游 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 这里山林险峻河谷纵横 北有长江擦身而过 南有珠江远流于此 境内第一大河乌江 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 犹如一沟新月牵引着贵州 共同勾勒出一幅多彩贵州的画卷 在这片土地上乌长风影 即使是小小的辣椒和次里 也能长成致富国 这里古朴农运的民族风情 深口悠远的历史文化 运育了数以百计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独具民族特色的歌声 徜徜徜徜徉在绣丽的风景之中 贵州省下辖的六盘水市 素有中国良度之称 六盘水水城县 据全线之力于2020年3月3日 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此次回家之旅的故事 就在这里发生 我作为家乡 贵州出来的歌者 最想做的还是想寻找 家乡的歌声 包括贵州的洞族大哥 苗族飞鸽 还有布衣族的弹歌 蓝幕组给了我一张 这个卡上面的是朝天椒 我在想 是不是跟其他的几位嘉宾一起 我们会到六盘水的 朝天椒的种植基地去相遇呢 当贵州人第一次与辣椒相遇 便一见钟情 从此 贵州人的餐桌 有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多变的气候 和富含微量元素的土壤 为辣椒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辣椒也打上了鲜明的贵州印记 如今贵州的辣椒产销规模 居全国第一 曼山的小红果向阳而生 撑起了村民们的钱袋子 也摘掉了他们头上的贫穷帽 希望通过自己主播的身份 把咱们贵州当地的特色食品文化给宣传出去 我们应该找一个对当地比较熟的来帮我们才行 教我们一些技巧 是吧 我想到了一位 是谁 音浪扑面而来了 龚老师 来 你们好 你好 郭老师 龚老师好 隔空握手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辣椒吧 这个肯定知道 这个朝天椒 对啊 因为它朝着天长的 对 知道这个贵州的辣椒是非常出名的 对对对 特别辣 我们从小都吃辣椒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吃辣椒嗓子会不好吗 恰恰就是吃辣椒嗓子特别好 对对 其实辣椒是从明朝的时候才传到贵州的 没有贵州人不吃辣的吧 贵州人对辣椒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油辣椒是贵州人的最爱 无论吃面条 吃米粉 都要放油辣椒 龚老师给我们来一首 关于辣椒的歌 来提提什么 贵州就有辣椒的歌 我小时候唱过一首歌 龚老师他聊起辣椒的时候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感 可见辣椒在他心中是最能代表家乡贵州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家乡的就是最好的 很辣吗 很辣 应该是很辣的 我挺得吃的 它能有多辣呀 这东西 你尝 你试试 你吃一口 尝一点 你小心慢一点 还好吗 要吐火了吧 你吃一口 是不是辣椒了 你吃一口 阿冉 你还好吗 真的不辣 你尝尝 真的不辣 我之前有朋友他们说 就是这个辣椒他说一点都不辣 然后他就咬着去边边口 边口就是不辣的 然后拉去拉上一种的样子 然后两个接口让我再咬一口 我跟你说我都强忍在听的 你知道吗 别说说话了 我听不见了 拉得我失聪 我自己的外公八十几岁了 听说我在贵州之后 我说一定要给他带一些贵州的辣椒回去 那我也尝过了 特别正宗 在其他地方你是根本找不到这么正宗的辣椒 这个辣椒啊 我给了很多辣椒 温度低就叫这个 它会让你发汗 让你热起来 而且这个维生素的含量非常高 对 我们来问问当地的老乡 看看这个辣椒种怎么样 我姓酒 刘老师 刘老师 您是当地人是吧 是的 我是农业农天酒 派一条来的住香精髓 你们这一片种的全部都是朝天椒吗 全是朝天椒 好大一片啊 这片辣椒店 所以这个正的 这个品种 它实际性强 它看病人的强 正的 出了四个释放点 最高的有1949米的 然后那个辣椒还有一个最好的优点 脱品工业它其实中央最大 你看啊 炒辣椒全是老年人 很强 它有两个特别有时 一生劳动比进行 第二个是 劳动强度不大 对 大人可以做小娃威 所以因为是小辣椒 大产业 小辣椒大产业 做脱品 确实你这个辣椒体质就是棒啊 希望多多把我们家乡的辣椒卖出去 有更多的人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真的可以卖 职责 教你吧 好不好 我们贵州除了辣椒 还有一种水果叫刺梨 刺梨 刺梨 真的刺梨只有贵州有 而且我们从小就吃刺梨 刺梨是什么呀 就长刺的梨子 我最开始意见以为它就是一个梨子 因为长到梨树上 刺梨刺梨 应该就是跟梨子一样大小 但是又长满刺 我最后来看这个梨子 那么接下来刺梨 刺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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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梨它很小 但是它外面全部都是刺 贵州的这些小吃都是很刺激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规模种植 我小时候都是山上的野刺梨 刺梨对贵州人来说 也是它独一无二的 你看见没有 楼楼里面都有手套 因为它有刺 所以小心着把你刺激着 来来来我们找一下 等贝贝 它是刺梨王 种刺梨的最好的 贝贝是一种当地的叫法吗 对所以你们先学一下 等贝贝 等贝贝 以后我们剪刀等贝贝的时候 要向他问好了 等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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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欢迎你们 再种一会儿 欢迎你们等我们家乡来 等贝贝给我们讲一讲 四里 这是野生的呢 还是自己种的呢 自己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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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刺梨摘了就可以吃吗 灰瓷也要拿这么忙 要把这外面的菜剥掉 这个刺梨到底是什么味道 你们现在摘了自己吃 自己尝 这都是熟了是吧 很大肚 你的手都出血了 你半天还没有扎下一个 这怎么弄 哎 把刺全部掰下来 然后咬开 看见没有 咬开以后就吃这个皮 咬开以后就吃这个皮 大香了 怎么觉得还没有吃之前 嘴巴就会被刺破了 我现在剥半天还没剥完 上面刺 贵州的这些小吃都是相当有个性的 我原来小时候都摘的是野刺梨 我小时候满山遍野都是刺梨 我们摘到野刺梨 然后吃到嘴里好色呀 但是妈妈把刺梨洗干净 把那些糊都去掉 用冰糖一泡 就特别甜 所以对我来说 家乡独一无二的水果就是刺梨 它是VC之王 你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很酸 但是之后口感会回甜 对 吃贵州的气 好吃吗 看见它的表情了没有 好酸啊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摘了一个没熟的 那就是不是太不适应酸味了 这个刺梨还能做成其他的加工品吗 多的就是刺梨干 还可以泡酒 泡酒 还可以味茶 养生 这一开始吃很酸 分到皱眉头 但是后面你会越吃越上瘾 邓伯伯有没有藏刺梨的工 有的嘛 我写的牛四小 来一首 尝一首 尝一首有没有吃你的歌 哦 尝尝四个给你听 我包担爱比母亲 母亲随我营养的我 我总好吃的包担爱 好棒 祝好刺梨报答母亲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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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非常的朴实 我们第一次来到这边 来看到这些的花 就会被他们感染 哎呀你们知不知道 贵州还有一首唱刺梨的歌 是非常有名的 不一族的名歌叫好花红 好花红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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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心在此里蓬哎 好花心在此里蓬哎 好花心在此里数码 把多大阳把多红啊 哎呦 好听好听 我小时候就唱好花红嘛 好花红是最有名的一首贵州民歌 也是贵族民歌 好花红对于贵州人来说 就像茉莉花对于江苏人一样 无论在哪里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家乡的歌声 家乡的音源 我们现在就要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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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起来 不要来 我要来 有没有 有没有 啊 花红啊 啊 花红 啊 花生在 这里碰 今天我要到五碗 明年我要八字十碗 我觉得这样好 一步步来 慢慢来 慢慢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五万 五万个人来买 每人买的十斤 好不好 拿起来 哎 怎么了 这有一个情况 这个四黎的收购商 是一个饮料制造商 他每次要在四黎摘下来 八个小时之内把它压榨成汁 品质才会好 但是 我们刚刚听说 就是他们那个机器坏 这怎么办 多吗 整个野中箱是六百吨 好 我一弯 我一弯 对 我一弯 一弯这样 对了 错了 现在才学会了 对 这个突发情况 本来这个呢 是由个企业来收的 哦 可是呢 因为他们那个 炸次黎制的一个机器坏掉了 啊 所以就来不了 啊 啊 那今天来不了那么多次黎怎么办呢 那每天要坏多少次黎啊 呦 比我里都要坏 百斤以上 没谈 啊 那损失很大耶 从此一苦了 天天的来 出草 出草 捡这个纸 嗯 还要死费 天堪了 还要缴水 嗯 但是呢 比起做移民 又比那个合同多了 啊 那现在的 积极的要求 他们来收购公司呢 不收购落下去 就烂了 哎我可以买回去送人 我可以买回去回去 凭我们个人能力 你买一桶 我买一桶 根本不是有问题 嗯 因为是这一片的 经过节目组 和当地政府的多方沟通 最终于节目录制一天后 将自离顺利收获 邓老伯和村民们 得以及时止损 到我的家里面 我要去你的家里做客 哦 你也要去哪里面 我们要去哪里做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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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伯伯 你好 这什么呀 花红 花红 是唱的好花红 白白 就前面我们在栽次里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写了好多的词吗 60首 好多的词吗 好多的词吗 您都写在什么地方吗 写哪儿了 邓伯伯还写了好多 好多的 全是他写的这些诗 全是多过来 次里果来次里果 天天地里来干活 次里来和包谷比 次里好处才更多 这个好实在 我种次里有四年 当初不值有价钱 去年买了六千多 今年买了四万元 好实在 非常朴素的 非常朴素 这些是我的当知书的老笔记 还有笔记 这么小的密密麻麻的字 这个珍贵了 这个珍贵了 那时候我19六几年就写了 19六几年就开始写了日记 而且我看这个 大概就是1966年10月8号 是吧 这一天我回忆想 我参加工作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刚到这儿 刚到这里是和陈明来往不熟 各种工作很困难 经过深入调查 又和他们劳动了几天 这时青春就和我们好起来了 每天都和我们有讲有笑 2003年年夜 我想从船外中修出一条某某路 我和陈明看着出条铁桥 一点点我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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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2004年10月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路终于修童了 老百姓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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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日子的希望 那您小时候和现在 您觉得有很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原来没有修这壳路的时候 只是个洋长小道 现在生活 比起修路以前 要翻百倍 翻一百倍 哦 原来大家要翻吃的有 虽然都有睡着了 不得被我干 睡着了没有被子干 后来政府一号召 要托平指数鬼小卡 就给我们写 先修路 然后又拿点 这里是2014年5分钟 15年就大量照 看到我家乡 像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种植自己本土的特产 一样能够致富 所以实际上我们身边 其实有好多东西 我们只要珍爱它 发挥它 它一样能够脱平 只要用心就好 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去做什么 我接下来想带你们了解一下 我家乡的音乐 而且我们要走水路过去 水路 要走水路 对啊 这不是水城吗 好棒啊 这个可以期待啊 这个很期待了啊 好期待 上节目独家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 看独家精彩内容 蓝天好蓝啊 40A也很好 这个地方你看 我照着像不像电脑的屏保有没有 对 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看那边瀑布 你看瀑布多好 就瀑布 瀑布多好 小小的那种瀑布 这种地方应该多来一来 所有的烦恼在这就没了 对 跟大自然完全的融入在一起 对 就是这个地方美到我现在不太想告诉别人有这么个好地方了 懂 那你小气 你可小气了 我们推荐的话也可以 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这么好的环境 这就是的 保护好这么一块儿的地方 好山好水好风光 好人好景好地方 你看天上有一只鸟 贵州的遗族有那种雪鸟叫 你看鸟是 听鸟的叫声 然后它声音就会特别高 对 特别亮 你知道吗 我去贵州苗寨采风的时候 嗯 早上我站在山上跟着他们老乡一起唱的时候 我刚刚这边一喊那边 呜呜呜呜哦 这个回应你了 宫鸟叫 你知道他们的真假声是跟什么学的吗 宫鸟 就是鸟学的 对了 因为它早上起来它开始唱山歌 鸟也在那叫 所以它的声音就跟着宫鸟学习唱了高音 然后宫鸟有这种假声 其实你看云贵啊 贵州的少数民族很多 但是云贵这条是跟长江的这流域有关 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我们汉族 在一开始的发源的时候 它是主水而居的 它一定生活在水的旁边 所以大家都会往这个样的一个环境去居住 所以到了云贵川乡的话 你没发现很多少数民族这几个城都会有 现在我们要顺着水 有一个古老的村落 其实我也没有去过这个村寨 但是这个村寨据说是 布衣族整个贵州非常有代表性的 很神秘的 保护的完好的古老村落叫天门村 关键是我小时候唱了很多布衣族歌 上午教你们唱的那个《好花红》 而这个村寨他们就有 布衣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我来到这里一定想去拜访天门村的 一定是一个世外桃源 布衣族对 感觉像是去冒险 贵州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之一 少数民族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苗族 洞族 布衣族 土家族等17个少数民族 世代居住在西江苗寨 南龙古寨 赵新洞寨等传统村寨中 保留着完整的吊脚楼催落形态 这里的吊脚楼依山傍水而建 底层以木栗桩铺成平面 于其上立柱建房 屋顶富于瓦片 形态错落有致 高角楼最开始的时候 是防一些毒蛇猛兽什么的 对 就是它住的高一点 安全 安全 然后也不是很潮湿 哇 我觉得住在这种小村简直是太舒服了 很原始啊 它保存的 在这种古老的村寨中 布衣族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扎染织布 裁剪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同时 她们以自成立格的音乐文化 释放着淳朴善良和热情 好客的天性 我看到那边那几个大姐 就是那个 她们穿的衣服好特别 对吧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那我们就编分两路啦 对 我们待会儿再会合 待会儿来找你们 一会儿我们用山歌呼应一下 好 走啦 这边房子好好看 我听说这个地方就没有洞 还是当年的原貌 你看都是木头做的 所以说特别的稀有 这是什么树 好大 这是传说中的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真的 好长的叶子 芭蕉叶下芭蕉果 对 芭蕉果下你和我 芭蕉果下你和我 芭蕉果前做游戏 欢乐多有多 哈哈哈哈 你看那里有个线 啊 那里有个线你看好多线 看后边看后边那是 那是胡一族的村民吗 啊 这是在织东西的吗 你好 你们好 我们这个是织衣服的线是吗 裙子 做裙子 做裙子的线 做裙子的线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哦 你看这线的颜色多好看啊 在太阳下 闪闪发光的 这个 我看都是女生的衣服 有没有男生的衣服 有的 我能看看吗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文化吗 我期待这一颗很久了是吧 这是男生的 是你的 穿起来看看 不遗族王子 不遗族王子 不遗小王子 我要去穿衣服 还有公鸡胶呢 你学的真像 我要学狗胶 你学的牛叫也不错 什么声音啊 敲敲打打 叮叮刚刚的 这边肯定有人 哈喽 你好 你好 你在做什么 做索纳 索纳是我国的一种民间传统语气 历史悠久 分布广泛 当索纳来到贵州 走进布衣族人的村站 它的声音便融入了民族的特色 相对于北方索纳的高亢激昂 布衣族索纳的曲调更显婉转悠扬 你们这家家户户都会吹索纳吗 不是 各个会吹 但是小的时间 喜欢吹的都可以吹 您现在做到哪一个步骤了 您刚才在敲这个 这是铜吧 这个很太厚了 最近不明 要挑补 我能试试吗 你来试试 试试看啊 你可以试 老伯 您坐在这儿 您坐 诶 你别客气 您坐 你看 人家的家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往这一坐以后 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了 哎呀 我们就回家嘛 对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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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从长江的尽头回家 哦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你们村寨 专门想听布衣族的音乐 这个村子就您会做吗 哎呀 整个花家乡来说 就是我会做 老辈传给我 我就传下一辈 音乐就是这样代代传承的 这个太好了 您一定要传下去 我真的都不知道 原来布衣族还吹唆呐 我刚开始都是怀疑说 这是不是就是北方传过来的呢 但是他们说他们真的是祖传的 所以它是跟父辈的父辈的父辈 这样学着制作下来的 这是成品对不对 对 这是成品的 我吃起来 你吹得像吗 波子 波子 这个生意不是很文艺 要老师塞进去一点 塞进去一点 再深一点 哎 哎 这次对了 行了 你这是第一次在厕所 不第一次 真的吗 我这是第一次 我这是第一次在厕所 我想跟老伯买一套 你不会是你买 买做什么 我们家都是音乐家庭 我也想把它留给我有两个儿子 我想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把唢呐 这是来自妈妈家乡的东西 对 如果我可以从传承人那里 今天我亲自看到 他是怎么做的两把唢呐 而且是一阴一阳 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儿子 这是最好的一个代表着妈妈家乡的乐器 我觉得我的孩子一定会特别珍惜 也希望他们能够把中国的唢呐吹响 请王师傅带我们去看看您的家 去看看 从这儿上楼 这楼下活动空间很舒服又凉爽 对了呢 家里有人吗 有人 这是厉害人啊 厉害人啊 你好啊 你好啊 这个里面 里面有电磁炉 电磁炉 原来就是这个要打个灶 哦 这里打个灶 煮饭 这里就是烧火烤的 烧火烤 煮柴火饭都香 烤肉什么的 烤肉什么的 烤肉瓷吧 对 对 对 两边都是卧室的吗 对 两边都是卧室的 这是偏爽 你看这边说偏爽 两头有偏爽 然后可以看电视的房间 这个是什么 可以广播是吧 嗯 吹喇叭给村里面听 嗯 对 像天门村这样的 美丽的村庄 它是有现代气息的 原始村里 这个就非常的美好 因为 现代气息代表 它的生活会更方便 那原始气息代表 它的韵味 代表它的底韵 代表它的文快保留着 这个就很棒 那我们就走了 不用啊 谢谢你啊 再见啊 谢谢你 再见 你啊 再见 对 我出来了 哈喽 好 我来了 怎么样 比你高了 哈哈哈 这衣服挺好的 显高 你这个太好看了 说实话 我这个装扮 跟他们的装扮 还不一样 区别 你有看出来 有什么区别吗 你戴个帽子 对 我们帽子不一样 这个是未出阁的少女 戴的这个帽子 未出阁的少女 对 他们是已出阁的少女 我是未出阁的少女 我们帽子是不一样的 你看咱俩现在像不像那个不一族的王子和公主 是 是公主 都像这个 girl interviews 叫什么 行 哈喽 声 欢迎 你穿这个挺好看的 好看的 我也觉得这个好看 你是哪来的朋友 我们是布宜族的 你是哪来的朋友 我 我是从长江镜头过来的朋友 欢迎你 远道而来的客人 欢迎你 你们在吃饭 小朋友 你好 还害羞 郭老师来了 布宜族的 欢迎郭老师来到我们布宜族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布宜族的王子 太好看了 有没有打招呼 他穿那个太好看了 好看啊 你穿这个 而且你戴上他们的这个 头发上的这个帽子 太好看了 觉得你应该有一身这个衣服 我想买一套回去 我觉得你应该买一套回去 太好看了 我今天穿的布宜族的服饰 它的每一块布 都是本地人用织布机 一点点织起来的 而且上面刺绣 也是它们一针一线 缝起来的 非常的有仪式感 民族的传统服饰 它是有历史和文化 沉淀在里面的 真的是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 龚老师 我们上去喝碗茶 我就会住在这样的村寨里 嗯 然后就跟老乡一起吃住 跟他们一起劳动 嗯 我就喜欢桃渊民一样的 世外桃渊的生活 嗯 住在山上 嗯 嗯 我觉得如果要保持一个歌唱的好的状态 和嗓音的干净状态 一定是要住在大自然里 我喜欢到处去冒险 冒险 我是一个就是说 在家里面待不住的人 我喜欢就是说去 更广阔的世界 去很多地方去看看 其实我住这种地方行 我得有往 当然了 满足我的愿望 对对对 但是合约很好啊 是有黄狗还挺好 我们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 平时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平时过惯来那种 高强度的快节度的生活的 我觉得我适当的在 过一些年的时候啊 我得慢下来了 嗯 是吧 你看 花梅鸟看着 茶喝着 然后下面还有小黄狗 小黄狗跑着 还有小鸡小鸭 嗯 就在这么一个古老的村在里 什么都有啊 一片祥和 那茶也喝了 衣服你们穿了 衣服也穿了 对吧 索了也买了 但是我们还要去听 布衣族的歌声啊 对 这个必须得听 来来来来 我们得去找传承人 听歌了 好 出发吧 好 出发了 上微国登陆 从长江的镜头回家 话题参与讨论 趣味小视频边看边聊 对于布衣族人来说 盘歌是生长在血液里的 它是用原生态布衣族语 创作并传唱的 民间文学作品 是记载历史 表达情感 教育子女 在线生活的重要工具之一 被誉为布衣族的 无字百科全书 也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老婆面朋友马云 那边有好多声音 他们开始唱布衣族的盘歌了 是有人在唱歌 哎呀我从小就唱盘歌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原始的布衣族的人唱盘歌 这个是最众论的吗 对啊 非常正宗的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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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唱什么呜喂 我们长期饮冰秋又黑 我们顺着长江过来 我们顺着天更过来 听到不一族的弹歌的时候 就感觉是回到了家一样 我在阳光下面站着 我也听不懂她在唱什么 但是我被震慑出来了 就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 是一种让我敬仰的力量 好 我们过去一起见面好不好 好的 我们来见面 走啦 你们好 我听说吴婷贵先生是国家级弹歌非遗传承人 是这样吗 是的 吴婷贵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现今在一部一族巨居的村寨中 吴婷贵老人用心地叫喜 从他自己有限的补贴经理 拿出钱来补贴给他的徒弟 一句一句地交叉 那我想问 首先盘歌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盘 这个大盘子大容量 把我们围族的所有歌都放在里面 哦 大盘子的意思 另外呢 还是有个盘跟问题的意思 哦 一问一答 有问有答的一种方式 对吧 那你们手上拿着乐器也有乐器伴奏着吧 有 有唱 有伴 有奏 哦 有宝贝 我看到了一个 树叶 哦 树叶 这就是刚才他们吹的那个木叶 这个树上踩的 就是这个树 是吧 啊 对 哎 我小时候就唱盘歌 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 跟真正的地道的 木一族的人 听你们唱盘歌 我们小时候唱的盘歌是 什么吃草 哎 不吃根哎 什么水气 不翻身哎 什么爱上盘就做哎 什么爱就把往生哎 哈哈哈 这个问 这个问 什么吃草不吃根 什么睡起不翻身 什么爱上岩石上盘饺座 盘饺座 对 猴子呀 哎 你怎么这么聪明 猴子嘛 对 嗯 就是做鐮刀 對 鐮刀師操 不自給 石頭水 不翻身 不翻身 不翻 好自愛上 不翻就走 自主愛就 把往生 我是第一次跟布依族音樂來采風 但從小我就唱布依族的歌曲 像今天我給他們唱我小時候的歌 他們也都很認同 雖然我唱的歌是用漢語 而不是用布依語 可是我的那個調性啊 味道都還是很有規族的味道 所以也圓了我這個夢 去尋找到童年的歌聲 我發現啊 就是一到這邊以後 龔老師一下找到了自己最嗨點 就是音樂部分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村子 他們如果生活得這麼幸福 唱歌唱得這麼好聽 肯定還有其他的原因 對 我一說這個話 你看那邊的小姐姐笑得好開心 讓他們帶我們到村子裡面逛一逛 也可以啊 龔老師你們先聊 我們三個去準備一下 晚上直播的事 好嘞 那我們過去一下 過來嗎 坐這裡吧 對 坐著吧 坐下來吧 我想特別聊一下 現在這個民歌的傳承 孩子們像那樣的小朋友 會唱布依族嗎 民族文化進校園以後 我們楊長鄉的從小學到中學 都傳承這個民族文化 對 又以我們不一族文化作為基礎 傳承自己的歌 真的是自己的民族的一個需要去做的事情 我每年要傳四個土地 每年要叫四個土地 我們也覺得有人擔心 擔心我們的民歌能不能好好的傳下去 對 所以我也來采封嘛 我想把你們的歌學會了 我也希望在舞台上唱 會交給很多人再來唱你們的歌 其實我今天邀請到我的朋友 他們都是中國音樂學院的老師 專門是現場錄音的 邀請他們專門到我的家鄉來 錄下家鄉的好聲音 可以吧 開始了 三個樹枝一樣高 看到樹架來做樹架 白天翠的揚蕉江 夜晚吹的梅心脚 就不唱歌忘记后 就不唱歌忘记后 唱出家乡的好声音 这其实就是我回到家乡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从小就唱盘歌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盘歌的根在哪里 去到那里听到他们都唱这个盘歌的时候 感觉这次是一个寻根之路 真的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歌声传承 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在大自然当中 跟原生态的歌手一起来把民歌传承 当我在任何一个全国的 或者是世界的舞台上歌唱的时候 唱起自己家乡歌的时候 我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个给了我最大的文化自豪感 贵州出来的歌者 我特别自豪 也希望能够更大的回报家乡 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我的家乡贵州 当我们挑拨奋斗时 最难忘的是家乡的意见一物 当我们建设发展时 别忘记家乡的宝藏就在身边 那些熟悉的风味 一直营绕在我们心底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去唤醒 让江江美好走得更远 再转 再转一点 再转一点 好 魏老师我这边就开始了 来 三 二 一 来 洗咯 先把我们的猕猴桃请上来 来 有请我们的猕猴桃 对 猕猴桃 米老师 博明蜜果 猕猴桃 对 朋友们 我们这个猕猴桃有什么特点呢 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的糖分特别高 这吃起来特别甜 就把它切 你看两边的红心 对吧 是黄肉红心 对 今天直播间朋友们 59块9 24枚猕猴桃包邮 上车了 上车 今天推荐的这个贵州花西的 它有牛肉粉和羊肉粉两种 我要来水城的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都告诉我说 一定要吃羊肉粉 这个肉好大一块 对 今天在直播间 五包只需要59块钱 抓紧抢 这个是贵州当地的辣椒朋友们 我们今天去潮天椒那儿 对 加潮天椒 我们就做一个一盆这样子 这味道好香 这个特别香 第一罐19块钱 第二罐8毛 上车了 这个是我们家乡非常特色的 四里做的气泡水 又美味又营养又好喝 他们平时售价是65块钱 15平 今天直播间直接减去20 45块钱15平 真的是好划算 我一直都觉得 家乡的山山水水给了我一副好嗓子 我一定一定要再把这些回报给家乡人民 比如说多给家乡人民唱歌 然后多给大家推荐我们家乡的美食 我们家乡的歌声 希望大家爱上归种 感谢作业帮直播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并登陆 荔枝新闻客户端动人故事 想先看 解锁追寻幸福路上的奋斗故事 上节目独家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 看独家精彩内容 上微博登陆 从长江的镜头回家 话题参与讨论 趣味小视频边看边聊 跟随街店从长江的镜头回家 感受满店旅程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 微博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大南京APP 中心经纬 新华号 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 凤凰娱乐 网易新闻 一点资讯 Lock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